志工前晋南大學校長李家彤他重炮抨擊 說這根本就是在侮辱志工 他強調應該恢復考試制度比較公平 而基策也應該考兩次 而他更認為應該採能力分班 英才失教才不會有程度上的落差 他還舉例說現在高中學生英文實在太差了 像是他抽菸寫成He eat smoke 實在是太誇張